最近的一部都是情感剧罢评了,我们都要好好的,从开播起就热衣不断,无论是戏中男女主的感情纠葛,还是戏外各位主演的话题度,都保持了该剧较高的热点。 剧中的好汉人小鬼大,天天追着爱丽莎喊仙女姐姐,最后居然诸功了老爸,让爱丽莎喜欢上了向前。 这个小鬼头是谁? 他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杨幂的儿子阿里,被杨幂叫成笑团子杨幂将白剑笔做自己,更将现实中的团子看成了自己的糯米团子。 这个团子是小演员是张一汉,虽然年纪不大,他却是个老演员,与杨幂合作了不止一部剧,还在《历史营救》里再次出演过杨幂的儿子。 张一汉虽然只有八岁,但他已经能从理解人物内心、诚实人物感觉的专业角度上,来演一个角色了。 他对剧中好汉的理解让小八感动,张一汉说,这个孩子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样,像好汉虽然年纪小,可能有点小任性,但是他还是特别懂事。 面对爸爸妈妈离婚的事情,他自己是忍住了,而且中间也帮助爸爸妈妈重新在一起。 能说出这样话的孩子,现实中也一定是个懂事善良的孩子。 果然,统剧组的蔡子伦,高小飞叹起张一汉时,都只束大拇指,花他小小年纪出入剧组非常懂事,有礼貌。 与张一汉有过许多对手戏的蔡子伦这样评价他,小演员其实对演戏来说,有的时候挺吓人的,因为他有的时候不受控制。 但是张一汉真的是我见过的孩子里面特别懂事,特别过的那种,而且是一个特别专业的小演员,物性很高,一点就凑。 而问到张一汉语剧中的爸爸妈妈,杨硕和刘涛的合作感受时,张一汉表示,硕哥经常和我啊,一起做俯卧称,陶姐经常在剧组给我带吃的,上次给我带了一大箱零食。 他居然称呼杨硕为哥,刘,陶雷姐,可见他们的关系是相当。